大家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小鱼的AI技术学堂 上一期小鱼给大家分享了如何做一个小红书的正能量账号 而且能够快速起好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在2024年的今天,这个AI时代 一个AI电影时代就要来临了 随着一个4K图像转视频的工具一个不断成熟 人人都能成为一个导演 制作出一个高质量的动画和短视频 那今天的小鱼就详细的为大家介绍 如何使用这些免费简单又好用的工具 帮助大家来用最低的成本来制作出高质量的一个视频 那么今天小鱼就跟大家讲三款视频生成工具和三款音频生成工具 那首先呢我们需要了解图像和视频生成工具 首先一个Mijerly V6是最强的图像生成工具之一 这里大家所看到的图片呢 我都是用Mijerly V6版本生成出来的 那它呢可以根据用户输入的一个文字描述 自动生成一个逼真的图像 非常适合作为一个视频素材的使用 那与OneWay结合后呢 通过一个简单的操作呢 就可以生成一个高画质的一个视频 这里所看到的全部都是用Mijerly啊 用一个文本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图 那如果说你也想在2024年呢 靠做视频来变现的话 首先这个Mijerly呢 小鱼是强烈推荐啊 这里Mijerly一个合注的链接呢 小鱼会放在下方的一个描述栏啊 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去描述栏找 那我们有了图片之后呢 接下来就要用到我们的一个视频生成工具 那刚才小鱼也给大家讲了 今天给大家推荐三款比较好用的一个视频生成工具 首先介绍的第一款 前不久呢是非常火爆的一款视频生成工具 我们到一个谷歌来搜索一个OneWay 在这里我们就能看到啊 直接点进去 那最近呢它又进行了一个更新 这个OneWay更新后呢 增加了多功能移动笔刷功能 那今天呢小鱼就带大家一起来操作一下 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它的一个主页 我们这里如果说新手朋友还没有这样一个账号的 这里注册一下啊 注册完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登录进来 那么这里都能看到啊 这个OneWay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 非常的真实逼真 那进来之后呢 这里面也是有许多的功能 那我们这里主要要着重介绍一下 这个视频生成工具 我们点击这个红色的按钮 它就会带我们来到这个视频生成的页面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文本转视频啊 可以通过一个图片转视频啊 还可以通过一个图片加文本转视频 这里呢小鱼就向大家展示一下啊 它的一个新功能 我们点击这个图像转视频 我们上传一张图片 那么就这几只小狗了 那在这里可以看到啊 它这里面有一些运动模式啊 这个呢运动画笔就是一个新的功能 我们一起来尝试一下 点击进来 那它这里有刷子 我们想让它那里动 直接刷它哪个位置 比如说我们让它的头动 那么我们让它朝哪边动啊 我们就点这个 比如说让它往左 这里呢点点击确定 啊这点击一个生成 这里能看到需要一个四秒 我们新手朋友呢 竟然呢它是有送一个学分的 啊我们这里需要四个学分 竟然呢这个学分 我们试用还是够用的 在这里我们需要简单的等待 一分钟左右 视频已经生成好了 我们看一下 那可以看到我这边调了运动量 这样不是很大啊 它的头都统一朝左边看了 那可以看到我们每次呢 生成一个呢 需要四个学分 其实不多啊 那么新手朋友 还是能生成很多个视频 OK生成好之后呢 大家一起看一下效果 那你的运动值调的越大了 它动的方向就越多 那么可以看到 这个我只调了0.5 这个同样调的也不多 再看一下这一张啊 我就把它调到了2 往右边看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效果是不是还不错 所以说这个值大家要调高一点 那么这个是向下看的 这个值我调到了5啊 也是可以的 这个新功能呢 还是蛮好用的啊 朋友们可以去试一下 那除了这个one way呢 还有一款工具呢 也是一款免费的 视频生成工具啊 现在目前还可以试用 那同样呢 来到我们的谷歌啊 在这里搜索一个pexverse 点击第一个按钮 它就会带我们来到 这样一个页面 那这个呢 也是一款非常好的 视频生成工具啊 那这下面呢 都是生成出来的一些效果图 这里呢 大家没有注册的呢 我会把一个链接呢 放在下面描述栏啊 大家可以去 描述栏找链接 同样我们这里点进来 那这款APP呢 它可以直接在我们网页版使用 也可以在我们的discord里面去运行啊 也可以在discord里面去用 啊 我这里呢 我这里呢 就直接在网页版来用 点进来之后呢 我们就会来到这样一个页面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面全是生成的一些视频 我们点击这里有一个创建按钮 那么我们就会来到这样一个页面 那这个pexverse呢 也是一个高质量的段 视频生成平台 它也是支持4K高清输出的 可以在网页端使用啊 非常的方便 那同样我们也是可以通过一个描述 或者通过一个图片呢 那这里呢 我们只需要设置好一个moser值 即可生成一个短视频 我们来到这个页面呢 就是一个视频生成的一个页面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呢 它同样也可以通过一个文字转视频 还可以通过一个图片转视频 比如说我们试一下 通过一个文字转视频 这里小鱼人呢 也是让这个GPT啊 帮我们生成了一段描述啊 如果说大家不知道描述词 该怎么写的情况下呢 我们同样也可以用GPT 来帮我们生成一个描述 不用我们自己去想啊 那我们把描述词给它输入到这个里面 在这里如果说不想里面 场景里面出现什么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到这个里面 那这里呢 可以选一个版本啊 风格啊 有动漫的 有3D的 有现实的 这里呢 可以选一个长官笔啊 纵横笔啊 这个9比16啊 这些比例大家都可以选 这个值的话 大家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也可以 不调整也可以 我们再点击一个生成 这边呢 它生成呢 需要一点时间啊 毕竟它是没收费的 所以需要大家等待一下 我们看一下图像到视频 同样我们添加一个图片 比如说这个小女孩 那这里呢 有了一个图像 同样我们也是需要一个描述词 比如说你希望这个图片 它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翻译 把它翻译过去 我们把这个提示词放到里面 这里一个Motion值啊 大家可以调整一下在这里 点击一个生成 那这里带大家看一下 这下面呢 是我刚才自己做的几个图片转视频 这个是我上传的一张玫瑰花的一个女生 可以看到啊 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再看一下这个啊 我觉得效果是最好的 我的提示词就是一个旋转的花瓶啊 那在这个旁边呢 还能看到我们这边的一个提示词啊 有中文的有英文的 那这里呢 如果说你喜欢这张图片 我们可以点击这里有个下载按钮啊 把它下载到我们的一个电脑里面 那还有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 这是小鱼人做好的一个图片 给大家看一下 那通过我的一个测试呢 这个描述词是非常重要的 你在你的描述词里面 就必须要说出来啊 它这个里面的东西 它要如何动啊 你描述它越仔细呢 它做出来的效果就越好 这是一个跳舞的男生啊 那当我们生成好的一个图片 在哪里找啊 我们顶上这里就能看到 这是我们生成的一个视频 那刚才我们一个小女孩看书的视频 就生成好了 我们点开看一下 那么呢 大家可以再去改善一下啊 把我们的描述词呢 再写得到位一些啊 这个还是不错的 接下来第三款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Pika 这款工具呢 同样我们都可以在谷歌里面搜索到 也是同样可以在网页版运行 也可以在我们的Discord里面运行 那建议大家啊 哪里方便呢 就在哪里用 它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呢 是非常不错 而且Pika呢 它的速度 生成速度是很快啊 也同样可以通过描述词 或者图片 一键转成一个视频 给大家看一下 大片电影的一个感觉啊 唯一不好的呢 就是Pika呢 它现在是需要收费的啊 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 来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一款 视频生成工具 我们要做好一个视频 我们的一个音效和背景 音乐呢对于视频制作呢 同样重要 接下来呢 小月就给大家讲 三款免费的一个音效音乐生成工具 第一款呢 就是我们的Rbit 它呢是一个免费的音乐和音效素材库啊 提供了一个大量的 无版权的音乐和音效素材 用户呢 是可以自由下载并使用的 在这个Rbit上面呢 也是有一个分类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有最受欢迎的 欢乐时刻啊 最佳精彩瞬间 音响套件 还可以试听一个音乐啊 我们点进来 这里 可以点击试听 这刚才听的是一个音效 我们这里可以试听一个音乐 那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有一个高级曲目 有一个免费曲目 不想付费的话 我们就选择一个免费曲目 那我们还可以先试听一下 可以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音乐 这后面有个下载按钮 直接点击下载就OK了 这里下载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登录一下自己的账号 用一个邮箱登录就可以 那这里面呢 是非常多的一个音乐啊 供大家选择 那除了音乐之外呢 这里还有一个音效 分号类的 大家可以去选 那可以看到 我们如果说想要 快速的找到什么音乐的话 我们可以点击第一个的搜索 搜索一个你想要找到的音乐 这里除了它里面的一些音乐 音效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自己生成一个音乐 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那么在这里呢 可以用你的文本输入进来 描述一个你想要的一个音乐 第二款音频生成工具呢 它的名字叫SALIN 那么它是一个完整的音效平台 那么这个SALIN呢 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 一个音效素材库工具 那它包含了一个数百万的音效文件 涵盖了各种不同的一个声音效果 非常适合用于视频制作 用户呢 也可以啊 直接将常用的一些音效保存 整理到我们的一个云端 随时随地都可以方便使用 这样呢 不仅可以提高一个工作效率呢 还可以让你的视频作品呢 更加生动有趣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那第三款音频生成工具呢 它的名字叫SALIN 同样我们到谷歌里面搜索 这第一个就是 那我们点开之后 直接就会带我们来到这样一个页面 那这款音频生成工具呢 也是我们很多啊 很多视频作者比较喜欢用的 它可以帮我们生成一个原创音乐 同样我们也需要点击登录一下 那么这里所有的一个链接呢 小鱼都会放在一个下方的描述栏啊 大家需要什么链接 直接去描述栏找 那登录进来之后呢 大家就能看到 它就能带我们来到这样一个页面 这就是让我们自己一个文本呢 来生成一个你想要的音乐 我们点击第二个 就会带我们来到这样一个音频生成页面 这里呢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输入 你想要生成音乐的一个简单的描述词 比如说我输入了一个 振奋人心的一个音乐 这里呢 它就给我生成出来了两首啊 振奋人心的一个音乐 那这旁边呢 还能看到 它给我们的一个描述词 它不仅是一个轻音乐啊 小鱼试了一下 它里面还有人在唱 那这里不同的音乐 大家都可以到这里来生成 生成好了之后呢 点击这三个点 下面有一个下载啊 再直接点击个下载就OK了 点击下载音频就OK了 那这个音乐的话 大家自己生成的就可以放心使用 总之呢 想要做出一个高质量的视频呢 肯定会使用到很多工具和一些素材的组合 那么通过小鱼儿介绍的这几款软件呢 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呢 能够做出一些令人惊叹的一些视频作品 那无论你是一个视频创作者呢 还是一个短视频爱好者 那这些工具呢 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可以用它来提升你们的一个创作水平 视频看到这里呢 今天这一期呢就给大家分享完了 喜欢小鱼儿的呢 记得一定要点赞订阅 分享给你身边呢 有需要的朋友 同时呢 大家如果说对AI做视频感兴趣呢 可以看小鱼儿往期的一些视频 都是一些非常详细的教程 那本期里面讲到的所有一个链接呢 我会放到下面描述栏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